各位朋友早安 欢迎收看5月1号的大爱早安新闻 我是郑佳琪 今天新闻一开始 带大家来关心天气 美雨封面报道开始下美雨了 掌握从雷达回波图 带大家来了解 雨是一波一波扫进来 这一两天的天气都相当的不稳定 尤其是以西半部以及宜兰花莲 这两个地方要留意的是 短延时的强降雨 同时会伴随雷击以及强阵风 那么在温度的部分 今天可以说是北台湾偏凉 要提醒露夜之后只有21度22度 感受上开始会有一点冷 其他地方也因为下雨的关系 今天的气温都比昨天略为下降 至于这一波美雨封面 从昨天到今天清晨 降雨最多的地方是在台中和平 已经有超过100毫米的累积雨量 我们就来听听气象鼠 针对今年美雨季的预测 以及这一两天天气变化的说明 1号 2号将是天气最不稳定的时候 全台湾除了容易有下雨的状态之下 各地都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的出现 封面预计三号会逐渐的远离 不过在这一天还是有一些残留的水汽影响 不论是5月6月或7月 我们认为未来雨量 以正常的几率有50%是最高 其次的话是偏少的几率有30% 好继续健康一点通 天气也影响到疫情 肠病毒上个星期的就诊人次来到了13900多人次 传播风险持续的往上攀升 目前是以克沙奇A型为主 今年累计到目前为止有一例重症病例 因此提醒家长小孩要勤洗手 远离肠病毒的威胁 那在肠病毒健保们就诊人次的趋势来看的话 是上周是来到了13900余人次 那还是要超过我们设定的流行预值 整体来看传播风险是往上升的一个情况 那而且呢 它是叫去年这个过去十年的同期的病例数来得多 因此我们还是要呼吁就是家中有幼童的家长 要特别注意孩童的一个卫生 好 慈记在台湾感受爱与关怀的温馨故事 在我们身边每天上演 高雄有一位93岁的沈伯伯 他单身独居是第一代的老冗民 半生荣马奉献给国家军中同袍也一个一个走了 他每天最期待的就是有人上门跟他说说话 聊聊天 慈记志工关心沈伯伯的生活 像朋友也像家人相处一样 而这一天沈伯伯不经意流露出来的孤单 让人感慨 93岁的沈伯伯单身独居是第一代撤退来台的老冗民 身上有容浮复触发的行动式警报器 紧急时自己可求救 按下去就把扑把扑把扑就来了 跟着把扑把扑来了没有意思了 我还是走了就算了吧 走了还比较好 重新来过 或许是孤单他最期待有人上门 人间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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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照了 谢谢啦 对不对 今天我来送你 照得不错呢 谢谢 这一张照得更好 你的毒照 太棒了 还有别人 人间不上了 你们都是人间不上了 都已经不在了 但是现在剩下来还在的这些伯伯 大概年纪都偏高 打入来台独居的单身的 我们都会特别的照顾 跳起来 因为独居起来才会用到这里 对对对 独居老人是我们要关怀 但是他也能说 由我们持续的关怀中 让他也感觉社会很温暖 集合来自各界的爱 希望让这些早年保家 卫国的勇士们都能安心度过 人生最后阶段 大爱新闻 李嘉兴 郑瑞平 高雄报导 再来看到台北万华 一对患有小脑萎缩症的兄妹 跟着90多岁的母亲生活 需要协助 于是慈激志工走进这个家庭 带来正向的力量 祝你母亲节快乐 母亲节快乐 母亲节快乐 母亲节对所有妈妈来说 是特别浅难忘的日子 感恩我的妈妈 虽然她有失职 很多事情 还是需要她的帮忙 希望她能够好好的 许小姐与哥哥患有小脑萎缩症 和90多岁失智母亲 靠补助过日子 两年前 慈激接获提报 开始走入关怀 都酸是吧 全身都酸 因为三哥没办法行走 所以她的背脊 会很酸痛 那小龙师兄就会帮 按三哥 垂垂背 让他觉得很快乐 很舒服 然后就一个微笑 我们就是觉得 是最好的回报 因为行动不便 线上品书会 慈激月刊成了精神粮食 长久下来 也发现 爱是会被渲染的 我如果没有睡着的话 或者没有去看医生的话 我就会上品书会 在她最无助的时候 在她有苦难 最无助的时候 我想这个信仰 跟这个精神上的寄托 她就能发挥很大的力量 我本来是要来收三月跟四月 结果她一口气 把后面的几个月都交给我 即便生活苦 徐小姐想 自己已经是有福之人 哪怕是每个月 卷出一点心意 这句禁私语 仿佛是人生最好的写照 在爱的资源下 要努力活出 生命最好的可能 大爱新闻 吕思萱林立一 台北报导 这是历史今天的单元 要带大家回顾 五月一号这一天 有哪些慈善足迹 Pier Are you okay 是否答应 2023年5月1号 此地志工为17位 蓝品尼大专生 举办受服仪式 尼泊尔慈亲 正式成立 这群年轻人 是当地推动 智业重要的主力 我们的教育组 就是要来带动这些慈情的 也会跟他们分享一些课题 比如说沟通的技巧 如何建立自信心 其实我们就是也开放大门 就是我们有活动的时候 也邀请他们过来 然后就是让他们 可以尽量多一点认识慈迹 因为他们会看到 我们实际做的东西 就是比如说慈善 我们去发放 发放茅坛 去学校发放写纸书包 这一些 他们都是可以亲眼看得到的 所以他们也很认同慈悸 同年12月 两位慈亲代表尼泊尔 参与全球慈亲干部研习营 更有决心承担使命 2013年5月1号 新联案内疗户计划 就是说他希望 大概是有五成以上 希望最好最后再加 可是真的可以得到 这样的愿望 两个就完全要学 妈妈 我不来 花莉慈基院与经济部合作 启动新联案内疗户计划 透过网路视讯监控 有医护人员24小时监测 提升花东地区的癌末 或卧床患者在家照顾的品质 案内居家照顾 不同于一般传统医疗 病人拥有最大的自主权 家属也全程参与 那我去的时候 他们就会请我 就是看一下 阿嬷的一些 就是拱膜的一个状况 就是有没有贫血 然后再看一下脚部的水肿 那透过我们的镜头 更近距离的看到 那我们就很像是 他的另外一个眼睛 那个玉云啊 老板 我跟你讲 那个天津跟阿喜 麻烦你平常把它交会 我是他们的帮手 他们比较厉害 对不起 一下下 目前在花莲慈院 有五位居家护理师 服务花莲中南部 超过100位的临终病患 1999年5月1号 以镜丝 智慧 淡爱为主题 首次次季志业博览会 在花莲镜丝堂举办 适逢次季33中年 即全球干部研席会 特地举办开幕仪式 恭喜上人 接开智慧年线 就是这个智慧 这个智慧博览会 顺势的开幕 博览会现场分为三大馆 介绍四大置业 八大脚印 从最早期的源起 到后来拓展一一呈现 身在其中的慈禁人 就是最好的导览员 不论是情境布置 还是文物照片 都能触景说法 制液体博览会的形式 也开始由花莲 走向各地的靖丝堂 接引社区民众 红行共善 今天的早安子季晴 要来分享 美国慈禁核桃大爱幼儿园的 老师学生 在校园义卖自己种的菜 要来帮助台湾地震受灾的乡亲 详细的情形 以及农场运作的状况 邀请到慈禁美国教育基金会的 副执行长杜斌师兄 杜师兄好 全球的观众大家好 杜师兄 听说你们一听到台湾发生地震 两三天之后 就启动了慕心慕爱的行动 这得归功于平常就有传递 这样的概念给孩子们 让他们知道 一方有难十方持缘的道理 对不对 是的 那我们学校平常固定 都有主统岁月 当世界上有灾难发生的时候 我们都会同步的举办祈福会 那老师们 那孩子们知道这些事情 那我们的品格教育团队也会提供 适时的教案 然后加上慕心慕爱 我们就是提供给老师一个很完整的资讯 但这一次花莲的地震呢 在第三天我们就启动了慕心慕爱 那除了在校园 启动孩子们的慈悲心啊 没有投竹筒啊 那因为今年的洛杉矶的雨水很多 但刚好我们的生命客专农场 在4月初的时候 我们的高丽菜是大丰收啊 我们的生态志工啊 就是用行动 我们来摘取我们农场 自己种自己生产的最新鲜 而且是巨无霸的台湾的高丽菜 来募集爱心 那我们这一次呢 来为花莲的地震做后盾 然后我们孩子们就亲自的推销 让许多家长来呼吸 那这一次我们有收了十多颗 那每一颗都很大 那最重的应该有15磅 那将近是 以公斤来讲 大概是在7公斤的左右 那一个家庭买回去 说实在是吃不完的 然后我们把它切成了四等份 然后每位学生呢 就在下课的时间 然后等待在家长 我们就一直在那边喊说 请帮忙 请帮忙那个花莲的地震受灾的朋友们 乡亲们 然后老师们也积极的去引导 孩子们去理解到说 帮助他人的重要性 然后在这样的话 其实在孩子年幼的心中 已经给他冠下了一个爱跟善的种子 然后让他来感受 然后给这样的一个做法 我们可以让受灾地区带来温暖 然后我们也教导孩子们 在这个时间点 一起来团结力量 会发现其道 对对对对 好 所以刚刚我看到那个画面 那个15磅相当于7公斤的高丽菜 是要两位师姐捧着来拍照的 我平常也有上菜市场 我看起来应该算是我们台版高丽菜的两三棵 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重量跟体积 非常惊人 那我们就很好奇了 刚刚杜师兄一直提到 就是我们生命科学农场 是不是都种一些巨无霸的蔬果 来赶快跟我们说一说 这一路从无到有 农场挑战的一些过程 经历的过程 还有目前是如何运作的 是是 当初我们就是希望鼓励孩子们 远离山西的世界 所以我们就开辟了生命科学农场 那原本是一片黄土高原 在19年的时候我们建成 那刚刚好要运作的时候 在2020年的3月份 我们就碰到的疫情 然后整个学校在关闭的状态 那隔了半年之后 我们回来之后 我们就发现到说 我们当初辛苦种植的这些花果蔬菜 全部都已经死光光 只剩下几棵的果树 那也正是因为的疫情 那志工没有地方去付出 所以说我们我就recruit 他们都来农场里面 然后当时就有许多小老菩萨 来教导我们种植的经验 还会彼此分享种植 还有一些知识 然后接着的话 我们也找到 我们也请到一些园艺达人 来我们农场里面上课 来教导一些专业知识 给予建议 然后随着这样的一个 慢慢慢慢的养成之后 我们开始的 我们有生态志工的 开始这样的慢慢的培育 当正在生态志工 慢慢慢慢的知识已经完成完之后 现在这一群的生态志工 已经变成我们的一个生态老师 然后让他们 让每个志工更有价值 然后让这些 所有来参与活动的人 更有机会来认识 持绩这样子 然后我们的物种也很多 我们物种大概有 30多种的果树在这边 哇 真的很丰富 而且我看到小朋友都好可爱 我们真的是以天地为教室 然后带他们去农场体验这些农活 那么孩子们的反应是如何呢 孩子们非常的兴奋 那像在我们农场里面 我们常常会有一些活动 那甚至于他们可以看到 我们很多的兔子也生态物 那我们这边是很 属于友善的种植 所以他们会常常看到 有兔子在 在我们的菜股上面 跳上跳下的 但是我们都不会赶他们 因为我们坚信说 他吃一点 我们也是一些 我们这样子和平的共处的话 能够更好的一个发展 然后很奇怪 这些动物都不怕我们这些志工们 尤其是穿着蓝天白云的志工的话 他们都会很安心的 然后当我们果菜有很多的盛产的时候 我们就会让孩子们去栽菌 那我们也有像 举例我们有种甘蔗 然后我们就会给小朋友四十块 一块小块的甘蔗 让他尝一尝 这就是糖的原型食物 那你们吃的糖果就是从这个 从甘蔗这样榨取 这样过来的 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让他们知道 是的 所以小朋友的反应也相当不错 让他们知道 嘴巴里头吃进去的东西 原来是这样子种出来的 非常有教育意义 我们感恩杜师兄的分享 也祝福我们的农场 继续把这份爱也传出去 感恩杜师兄 感恩感恩 那很感恩 有机会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也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到美国来 来参观一下我们学校 有没有农场 感恩感恩 除了我们关心完在美国 这一次生命科学的农场 把这些义卖种的菜 来挹注帮助花莲地震受灾的乡情 我们继续再把镜头 转到尼泊尔的兰皮尼 在这里有一个阿玛村 为了要提升当地居民的就医环境 慈器志工除了协助他们修缮当地的卫生站 同时也邀约村民来接受免费的健康检查 这一天医疗团队要在这里 为阿玛村的村民进行健康检查 志工一一主动邀约 记录各资 测量血压 尿液检验 小小的空间里要完成所有的检查 大家有耐心排队等候 第一次参与健检活动的比蒂沙 一开始显得有点手足无措 在慈器仁医志工的陪伴下 逐渐克服了不安 还为村民们传递了正确的医疗知识 在阿玛村里我看到很多人 在那里我检查了一些状况 所以我们会继续再继续 我们会继续再继续再继续 今天我与医疗团队的工作 他们非常友善 我还想继续再继续再继续 不仅仅是提供基本的健检服务 慈器医疗团队还要做的 是提升村民们的健康意识 在2022年协助改建卫生站 提升就医环境后 此期要再更进一步 照顾村民的健康打造医疗典饭村 戴爱新闻黄聚成拉美食 尼泊尔报导 今天的国际关键字 冰块比面包贵 这样的情形发生在西非国家玛丽 玛丽这个国家最近受到了 极端热浪的侵袭 再加上长期电力供应不足 使得冰块的价格飙涨 而这些冰块并非只是带来清凉 也会用在食物的保鲜上 极端炎热的天后 在西非国家玛丽 同时碰上电力供应不足 没有空调 民中外出的标准配备是这个 用毛巾沾湿冷水 把头部和脖子统统都包起来 下午两点气温就飙升至摄氏42度 想在家中享受冰凉感 只能靠买冰块 但冰块期货可居 有时候小小一带就要加一根长棍面包的好几倍 最多的時間 有很高的死亡 有很高的死亡 死亡率高 冰塊再貴也得買 民眾指出 當地一根普通長棍麵包 通常只賣250非洲法郎左右 一小袋冰塊 平常賣100非洲法郎 約新台幣6元 現在則要價到300 甚至500非洲法郎 讓民間難以負擔 不尋常的高溫 是氣候變遷所引起的 不僅炎熱不適 也威脅到百姓的性命 大愛新聞 五桂甄編譯 好 再來關注這樣的議題 每年4月份 是英國楓林草的賞花季節 但是受到了社群媒體 拍照打卡的蜂巢 楓林草所生長的林地 被無數的遊客踩踏 當地的野生動物基金會人員表示 一旦被踩或者是被摘 就需要10到12年的時間 才有可能恢復 走進森林 小路兩側長滿野生蜂林草 猶如一片紫色地毯 每年春季是英國楓林草的花季 許多林地會洋溢著夢幻氛圍 但隨著遊客爭相拍照打卡 楓林草受到更多破壞 不只是外觀美 楓林草也是重要生態指標 長有楓林草的地方 很可能是一片古老樹林 只是嬌嫩花朵 一旦被踩踏 代價高昂 英國擁有世界上近一半的蜂林草 並受到1981年野生動物和鄉村法保護 相關單位呼籲民眾避免採踏或採摘 讓楓林草有如它的花雨 健康與溫柔繼續守護大地 發新聞張立編譯 接著關心天氣數據 北部因短暫鎮雨或雷雨 氣溫22到25度 降雨機率70%到90% 中部多雲時 因短暫鎮雨或雷雨 氣溫23到30度 降雨機率70%到80% 南部地區 氣溫24到31度 降雨機率50%到60% 東半部 氣溫24到31度 降雨機率50%到80% 離島 氣溫19到28度 降雨機率30%到70% 以上就是這一節大愛早安新聞 我是鄭家綺 我們明天再會